大家好,我是阿Deb,很高興又到了我們一個星期一到的聚責居冥想共修班 今天我們聚責居冥想共修班的主題就是靈魂契約冥想共修 有很多人都未明白靈魂契約究竟是什麼 靈魂契約上面記錄了我們生生世世生平的性格 習慣我們的長處、短處 我們自己的成就甚至對他人的傷害甚至是一些缺點 種種的自己發生過的事 人再造天再行 一定就會記錄了靈魂契約 甚至有記錄了一些人與人之間的爭執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不和爭執就是因為我們思想的分歧 但是這些爭執的人往往都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最重要的人在靈魂的角度 不捨得你被其他人去傷害 不捨得你被其他人給課題你去難倒你 往往這些靈魂都會自己親身去令到你面對這個課題 給你最可歌可歌的感受 甚至給你一個歷練的環境 目的就是想你克服到你靈魂想你克服的課題 我們才可以有更加多的進步 在我們靈魂契約 即是我們的成績表 有更加多可以備註的價值 靈魂契約可以令到每個人有自豪感 甚至有榮耀感 我們怎樣可以提升我們的靈魂 甚至令我們的靈魂契約 記錄下來的事會有更加多的價值呢? 就是提升我們的靈魂襯之 面對我們人生的課題 現在我邀請大家跟我一起做一個冥想共修 你現在可以在一個舒服的位置坐下或躺下 微微合上你的雙眼 調整你的呼吸 一起放鬆你的身體 右上至下 慢慢放鬆 你可以感覺到你身體的活躍機能 像個漏斗一樣 由上至下 慢慢放鬆 你可以感覺到你的身體越來越輕 你的能量由上而下的釋放 釋放的能量就是你身體內不必要的能量 同時你可以觀賞你的雙腳 向大地生長樹根 將這些不適合你自己的能量 透過樹根排出體外 同時你可以觀賞一道光 去照耀著你的全身 你可以感受到陽光的氣息 溫暖 令到你的感覺和諧 平靜 如果你覺得你足夠放鬆的情況下 你可以將你的專注力 放在你的呼吸上 你可以用你熟悉的呼吸法 調節你的呼吸 又或者和我一起做複式呼吸法 你可以吸氣到你的單田的位置 然後閉氣 悶悶的呼氣 呼七到八成再閉氣 你可以重複又重複做你一個呼吸法 去幫助你身體 靈魂 能量 放鬆 平靜 感覺到和諧 等一下我會傳送天語的能量 如果你有興趣和我Adapt的能量連結 你可以在你的內心裡密念 我Adapt是這個宇宙的編號 一個七 四個九 七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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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七 四個九 在你的內心裡密念四次 就可以與我Adapt的能量連結 有了 一天 三個 五個 一堆 一堂 一堂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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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 八個 三個 五個 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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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 八個 六個 八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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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